觀眾朋友早安 感謝您持續鎖定非凡摩尼克 我是貝婷 來看到各國的企業是陸續公布了第三季的財報表現 荷蘭半導體設備大廠艾斯摩爾 因為技術故障 意外在美股週二早排的時間 提前公布了上季的財報 顯示訂單量跟上個月相比是直接的砍半 同時是下修了明年的猜測 重挫了市場信心 美股四大指數季末 費半是大跌了5.28% 收在5145點 而道重指數也下跌了324點 收在42,740點 納斯達克指數下跌了187點 收在18,315點 S&P500指數也下跌了44點 收在5815點 但是我提醒了 因為這意味著財產會非常好 無論如何發展 無論我們產生小孩 無論我們在中間做什麼 因為我們只是花了很多國際費用 或者我稱之為大量 市场对于晶片整体的前景担忧加剧 爱斯摩尔ADR股价是暴跌了16.26% 拖累了AI巨兽灰达下挫4.52% 超为下跌5.22% 台积电ADR的跌幅也有2.63% 不过在另一头苹果则是传出了好消息 新报告显示第三季全球iPhone的出货量 比起去年同期成长了3.5% 显示需求依旧强劲 带动了苹果的股价盘中一度突破了历史新高 中场仍然上扬了1.1% 而联准会官员是相继释出了鸽派的看法 市场人士压住短期内将会采取温和的降息模式 带动了美元的续墙 对主要货币的汇率上升到了10月周的高点 美元对日元更是直逼150日元大关 联准会在9月激进了降息50个基点 使得联邦基金的利率是下降到4.75%到5%的区间 而根据了Faywatch的工具显示 交易者目前压住11月降息25个基点的几率是高达了86.8% 而华尔街大银行上季的业绩再传出了佳机 高盛第三季获利比起去年同期是激增了45% 主因是股票交易的部门 营收的增幅是远远超出了预期 营收是达到了35亿美元 是三年多来的高点 衍生性的商品跟现金产品的手续费的收入是大幅的增加 而且全年的营收是渴望创新高 以及投资银行业务的业绩是急剧的成长 花旗跟美国银行上季的获利虽然是下滑的 但是受惠于市场的波动大增 交易晋升也使得整体的成绩优于预期 而专家是看美股后世指出11月即将登场的美国大选 将会对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 对市场产生重大选择 对市场产生重大选择 我们有这个选择 那是正常的选择 在这一刻 Fed moves are anticipated Earnings are expected to be pretty good 我们真的不懂得 是什么的影响 什么的选择是什么的选择 所以这将会有重大影响 在一部分市场或另一部分 瑞银最新释出的一份报告中 斗大的标题写下 财报周健康的营收成长 应该会推动美国的股市进一步的上涨 内文指出 依然认为美国的经济是相当的稳健 美国就业市场中的重点观察的建筑业 制造业并没有发出警讯 认为在宏观的经济条件不错的情况之下 第三季的大型股的财报表现 不会太差 再来看到是知情人士就透露 拜登政府官员正在讨论 将要限制挥达超微 英特尔等美气出售高阶AI晶片 给部分的特定国家 借此来限制一些国家发展AI的能力 主要是聚焦在中东国家 挥达14号收盘 股价敬仰2.4% 以美股138.07美元来收市 改写了新天价 而由于中东AI的市场潜在的商机 是高达了上百亿美元 美方有意限制高阶AI晶片的销售中东 市场忧心不利于相关的厂商来拓势 挥达收盘是下跌4.6% 超微是重挫超过5.2% 而美国商务部先前才大幅的松绑 对中东地区的AI晶片的出口管制 可是如今呢 再公布了更多的规则 对于中东特定国家的相关产品出口 许可设定了上限 红海 围影 耕耘中东的市场许久 面对着价值百亿美元的中东AI商机 订单的规模恐怕会受到压抑 两家的AI伺服器代工厂 均紧盯着后续的动态 而股神巴菲特旗下投资的公司 波克夏海森威 近期呢 是大幅抛售了苹果美国银行的股票 但是同时竟然也加码 埋进了一间知名度不高的 美国广播公司天狼星XM的股份 而目前持股的比例是已经来到了32% 也令外界是相当的惊讶 美国广播公司Syries XM 为了力拼媒体转型 把刚结婚的音乐界大咖CP查理 川普前对手海力全都请上节目 做梦都没想到 股神巴菲特旗下的波克夏海森威 竟然在今年10月9号到11号之间 四度大动作买入Syries XM持股 巴菲特自己从来没有提过Syries XM 大局买入的举动外界还摸不着头绪 但股价马上反映 狂飙约8% 从今年以来的跌幅观察 很明显华尔街并不爱Syries XM 认为这间公司还没成功转型 倒是巴菲特曾经在今年股东会上 提到媒体困境 对派拉某认赔出心 这番言论让外界觉得 股神不太可能才刚认赔派拉蒙 又买另一间媒体公司 认为应该是他的投资副手 康布斯或卫斯勒 看中并购套利的机会才买入 记者庄星联黄一豪综合报导 来看到美国科技巨头 谷歌跟一间核能新创公司 达成了交易 将在美国来新建7座的小型核反应炉 目标是要来协助满足日益成长的 AI的用电需求 而正向协议是被视作为 美国小型模组化核反应炉 商业化建设的开端 也凸显出了核电的产业 跟大型科技公司之间 日益紧密的关系 深刻体悟 AI就是吃电怪兽 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追星宣布 将包下核能新创公司 Kairos Power 未来7座小型模组化核反应炉的电力 其中第一座有机会在2030年前就投入运转 Overall, it'll enable 500 megawatts 目前全球仅有三座 分别位于中国与俄罗斯的小型模组化核反应炉 正在运行 Kairos Power从7月起 便开始在美国田纳西州建造 使用导热性更好的熔融浮化炎 作为冷却剂的测试反应炉 有望为美国创下先例 专家表示 这份协议凸显了科技公司与核能日益增强的合作关系 资料中心需要全天候稳定的电力 而目前核能是唯一能够提供 无碳排放机载电力的能源 许多大型企业追求环保 是他们拥抱核能的原因之一 记者陈明骏、邓邦冠综合报道 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在上个星期是举办了自驾计程车 Robotaxi的发布会 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不过最近经典的科幻片机械功底的导演 是在社区媒体上po文 他指控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是抄袭了电影的创意 机械功底2004年是由威尔史密斯来主演 以机器人为主题的科幻片 导演在社群上po出了好几张电影剧照 跟特斯拉活动的对比 喊话要马斯克把自己的点子给还回来 而实际上呢 特斯拉这次活动的名称是We Robert 跟机械功底英文的片名I Robert 是非常的类似 而目前这篇的贴文是已经在社群媒体上 获得了将近800万字的点阅 不过马斯克则还没有回应 美国大选倒数 而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呢 是再度的发出了豪雨 近期他接受了福斯新闻的访问 批评激进的左翼分子 是需要美军对付的内部敌人 是引起了民主党的炮轰 而专家就分析呢 川普似乎是想要达成强人统治路线 美国大选急剧白热化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近日又出狂言 不仅批评激进左翼分子 是比中国和俄罗斯更危险的内部敌人 跟扬言若他们扰乱11月5号的大选 他会支持出动美军对付 川普最大的眼中钉 就是曾向他发起弹劾的 民主党众议员谢安达 其实川普在2019年 就要求依判国罪逮捕他 这一期来言论一出 马上引起民主党炮轰 对手贺锦丽警告 若川普再度当选 美国将处于危险之中 赫锦丽的副手华兹 则批评川普是法西斯主义者 川普似乎想把统治路线 从俄罗斯总统普廷 和匈牙利总理奥班等强人路线带 美联社也指出 川普仍然曾试图利用军队 作为国内政治工具 若再次当选 恐怕将更进一步 滥用权力调动部队 包括驱逐数百名无证移民 另外CNN分析 川普一直在为质疑大选成性铺路 包含过去扬言 这次上任将对选举官员 和操纵政治的人提出起诉 并判处长期监禁 他还经常暗示 如果重新入主白宫 他将利用司法系统 来铲除政治对手 记者韩军磊 邓邦官 综合报导 中共解放军 在周一的时候 是举行了围台军演 是挑动了国际的敏感神经 美国前总统川普 最新被问到 是否愿意出兵 来协防台湾的时候 他表示自己跟中国领导人 习近平的关系很好 如果自己当选中国 就不会攻打台湾 不过川普依旧没有对 是否会派兵 给出明确的答案 此外他也重申 台湾应该要给美国支付保护费 接着来看到是两韩的紧张局势 是在升级 南韩的媒体最新报导 北韩是已经炸毁了境内 用来连接两韩的经营线 跟东海线铁路 而南韩部队则在军事分界线 以南来实施反制的涉及 来以示自卫权 并且广播警告北韩应该要立即停止这类的行动 而南韩统一部发布了声明就指出 金益县东海县铁公路是在2000年 两韩峰会之后进行的代表性的合作计划 南韩政府在北韩的要求之下 以借贷的方式提供了43亿台币的巨额来打造 北韩仍有义务要偿还借款 也应该要为这次的爆破负起所有的责任 而目前南韩的军方是已经提高了待命等级 准备对潜在的挑衅行为做出回应 而日本东京地下铁公司呢 最新宣布计划在10月23号 在东京的证券交易所来上市 以每股1200日元的价格来发售 预计呢要筹资将近3200亿日元 将会成为自2018年底 软银集团上市之后 六年以来日本最大的一起IPOM It's not surprising that it's been so heavily oversubscribing that retail has driven this just simply because the dividend is quite attractive it's a name that everybody knows and understands and the industry is obviously also very stable and it's coming out of the COVID-19 and although we think that most of that recovery has probably um come through and the ridership numbers don't seem to be rising too much anymore um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ere aren't too many heavy downside risks to the name and just given the expansion in tourism and things like that there are some slightly positive sides in terms of the overall demand um but ultimately we think the major point is just that it's a very easy name to understand everybody knows it and it's been priced relatively cheaply I think both the Tokyo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obviously won't want the IPO to fail it's quite a big banner IPO for the year and it's just something that everybody you know the entire public is going to be focused on 以1200日元的價格來計算呢東京地鐵未來的股息預測是每股40日元 收益率是3.3%相比於其他的民營鐵路公司是顯得更加的突出 專家表示東京地鐵公司的上市也被認為是日本IPO市場恢復活躍度的表現 而中國的經濟成長放緩房地產市場是持續的低迷導致呢土地出售的收入是 驟減地方的政府的財政吃緊被迫另辟裁員 既多個地方稅務部門要求上市公司要補繳交30年的稅款之後呢 澎伯報導中國多地呢已經開始對於長期被忽視的超級富豪海外投資收益來課稅 知情人士就透露最近幾個月中國主要城市的一些富豪是被告知要來進行自我評估 或是被稅務機關來約談來估算可能的應付稅款包含了過去幾年拖欠的款項 而這個舉動是凸顯了土地出售收入下降跟經濟成長放緩地方政府擴大收入來源的急迫性 而被接觸的富豪呢將會面臨高達20%的投資收益稅 有些富豪還可能因為會超過付款而受罰 但是最終繳交的稅款金額仍然可以商協商 而台股呢昨天上演了嘎空單嘎空手的雙嘎行情 反而指出呢外資台子旗的空單水位仍然很高 頗有在今天結算前呢強力嘎空的跡象 加上了揮積同步的發工多方的買盤是大剛摳手 加上了外資大買了334.2億元 推升了加權指數中場是飆漲了316點 收在23,292點重回了23,000點的整數大關之上 成交量呢也放大到4,284億元 化解了連日量縮的疑慮是有利於多頭續航 而AI的狂潮來報道 輝達的次世代Blackwell的晶片呢是本季要出貨 股價掀起了慶祝行情 14號的中場是進了2.4% 最高觸及了139.6美元 成功改寫分拆後的新高 也待望了成份股當中還有輝達的原型ETF 像是兆豐洲際半導體 國泰費城半導體 台新全球AI等等多檔的搶著沾光 股價是收紅 而台股呢第三季的行情震盪激烈上演了大怒神 從創下了歷史新高到灌破2萬點下退了不少大戶跟中時戶 而根據了證交所的統計 第三季大戶中時戶的人數是雙雙的下降 中指呢連續兩季的攀升 反觀散戶螞蟻熊兵最勇猛 在ETF的買跡不退之下呢 人數是連三季的攀升 突破了550萬的大關 達到了5516198人 再創新高 接著看到是永豐中國科技50大00887 近期的股價暴漲之後又迅速的暴跌 就引發了市場的熱議 9月底到10月初 股價從不到10塊錢暴漲到38元 14號呢又一度呢暴跌了6成 灌破了10元大關 單日的禁止大幅縮水 經管會最新就出面表示 是已經針對了永豐投信 啟動了專案的查核 我們已經有請那個永豐投信呢 去提出相關的說明 那另外我們也是有請貴買中心 去督導永豐投信呢 要儘速米平那個 00887大幅議價的情勢啊 那另外呢也是針對那個永豐 投信去啟動專案的查核啊 那這個專案查核的部分呢 目前還沒有完成啊 那我們會盡快就是督導那個 貴買中心去完成這項專案查核的工作啊 那如果說查核發現呢 永豐投信有違規的情勢的時候呢 我們將會依行政的程序來辦理 0088715號的股價呢 是以每股9.13元來作收 下跌15.93% 而永豐投信也在下午4點半左右 更新了00887的禁止是8.27元 跟市價相較起來呢 溢價的幅度仍然高達10.4% 而儘管會指出 已經現永豐投信 本週內必須要縮小試價 跟禁止的差距 溢價擬平在3%以內 跟市價相較高達10.5%以內 都要縮小試價 跟市價相較高達10.5%以內